今天给大家做一期快递的开箱 这是我攒了三四天的快递吧 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去 然后今天一口气全部取过来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快递开箱视频 看看我最近买了哪些衣服 那么我现在就来给大家拆拆看 我到底买了哪些衣服 其实东西还蛮多的 这个最大的箱子目测应该是我的农服 还有这些卫衣啊毛衣啊之类的 所有的快递了 疫情期间大家一定要记得 带过来的快递要拿酒精好好消过毒 然后再回家一带哦 看这个是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开到了一件毛衣 一件米色的毛衣 这是那种略带小星期的毛衣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件毛衣是有一个 有一个露肩的设计的 我最近特别特别的喜欢穿 这个类型的衣服 就喜欢相间微露的那种感觉 就相间微露的 就相间微露的 就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最近比较喜欢露肩 买了一件露肩的毛衣 然后高领的 然后对于脖子长的妹妹来说的话 对于脖子长的人来说的话 穿高领的会特别的显气 但如果说你脖子短 或者没有脖子的话 千万不要尝试高领 来看一下这个 这件衣服 是什么呢 哦 还是一件毛衣 这是一件棕色的 有一种那个 就是楼下小区门口 那种小派底的颜色的毛衣 这是一件开衫毛衣 就是可以当做外套穿的 因为冬天的时候很冷 冷的时候有的时候 又觉得穿毛衣 就会有的时候 温度突然高了会很热 然后冷的时候 又突然想加一件衣服 就穿这种毛衣 既保暖然后还好看 而且这种毛衣 你还可以配那种JK制服 就是像那种领结 里面穿一件白衬衫 带领结 然后下面穿一条白褶裙 就是韩国和日本的女生 冬天都什么穿的 而且我穿这种毛衣 还有这种卫衣 都特别喜欢买 Oversight这种这种 这种马术的 所以就穿起来之后 就很舒服 很有型的感觉 这个盘子看上去不太一样 还有这盖子的包装 哦 说少少少 这件卫衣是一颗 这件 这个快递是一件卫衣 好了 命运收开了 是一件粉色的卫衣 其实我已经有很多 很多件粉色的卫衣了 但是就是女孩子嘛 买粉色的衣服 总是买不够 是一件超大马的 一件粉色的卫衣 就是我说的 Oversight那种感觉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的腿啊 腿大腿 跟这里会有一点粗 所以我会喜欢 把衣服买的长长的 然后买的大大的 然后就可以顺便遮一下我的腿 这是一件粉色的卫衣 而且是用这种 蓝色的线 我比较喜欢颜色 跳跃一点的颜色 然后 袖口 这一件 这一件我真的为了忘了 不知道是什么 也是一件粉色的 粉色的卫衣 只不过刚才这件卫衣 是一件戴帽卫衣 这件卫衣是一个圆领的 五帽卫衣 这件衣服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就是短款了 这件衣服的颜色好好看 这件衣服的颜色 实物比我想象的也好看 它那种很显白 很少女的感觉 就你看我穿这件衣服 因为里面还没有配好 你看我穿这件衣服 是这种脸色 然后这件衣服马上上来了 之后 整个人的气势 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马上就可爱了 我马上就感觉 像十多岁的小姑娘了 感觉 我感觉这个位移 而且它这个袖口的设计 特别的可爱 这种泡泡袖的感觉 这下面就 我会比较喜欢穿 瘦的时候 会比较喜欢穿那种紧身的牛仔裤 然后其实还可以配一些小裙子 什么的 然后最近入手了 长靴过膝长靴 然后穿一个小短裤 然后光脱人气 然后过膝长靴 应该也蛮好看的 最后来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一件羽绒服 只要是光看也能看出来 这就是一件羽绒服 因为它特别的大 它对待门口 我真的就是嫌大 因为毕竟我家里没有很大 嫌大好碍事 总得想给它拆了 这是一件 暐色的羽绒服 我去年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然后今年已经穿的 就是已经不成羽绒服的样子了 所以说换了一件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 吸血了上一次白色羽绒服的照片 没有再买的白色 然后是一种这种 这种 开着玩的 跟我之前买的那种 这种稍微可以把领子打开一点 然后没有帽子 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 特别特别巨可爱的帽子 我想还可以搭一下 那我给大家搭一下 我今天的所有衣服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件毛衣 刚才拆的第一件 然后稍微有一点 这个露肩的这个小设计 然后正好盖到 这个大腿跟这里 然后我是1米68 穿的L码的 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要再配一个 就是稍微温暖一点的耳环 然后出去配一个雪地靴 就会感觉这个女孩 怎么就这么的可爱 怎么就是有一种温柔 与可爱结合的感觉 这件是那个 粉色和蓝色的连帽卫衣 配了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 然后这条卫衣 正好可以卡在我这里 我是最喜欢所有的衣服 毛衣也好卫衣也好 能卡在这个部位 然后就可以完美的 遮挡我的缺陷 配一双小白靴 就有一种学生气的那种感觉 学生装 这件衣服 真的是我最最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 本来它这个颜色 就真的最好看 就这种很baby 很粉很嫩 很可爱的婴儿粉的这种感觉 然后配一个长筒靴 然后把这个小裙子一穿 穿个光腿神器 就出门 出该 这颜色真的好粉嫩 好可爱 这件羽龙服 然后配上我最近新买的这个帽子 超可爱的帽子 还保暖 围肩和帽子都有了